全能的上帝 所有的天使都是大能的 诗篇170上面给我们看见 那有大能尊行神旨意有大能的天使 要敬拜祂 They are mighty, the mighty spirit, the mighty spirit, the mighty person, mighty messenger of God 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上帝 祂不是大能 所以耶稣是超过所有的天使的 第九样子 天使是敬拜上帝的 所以这些持着敬拜耶和华 神的宗旨敬拜祂 神的宗旨围绕上帝的宝座 他们彼此富汗了圣灾圣灾圣灾 They are the worshiper, the highest worshiper, the supreme worshiper of the throne of God 耶稣基督是受敬拜的上帝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这句话呢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节会讲出来 伟大的不得了 因为这就是基督超越天使 一个最重要的记号 在所有的圣经里面 当天使受敬拜的时候 他就马上发现 他可能就在跌在罪欧的中间 马上拦住人敬拜他 当尼尼看见米加勒来的时候 当尼尼复复在他的面前 米加勒把他拉起来 又看见天使长的时候 他复复在他面前 天使长把他拉起来 我与你一样是受造的 你不能拜我 天使长自己是敬拜上帝的 天使长怎么可以接受敬拜 如果今天大布道家神的仆人 是敬拜上帝的 他偷偷接受人对他的敬拜 他就以撒旦同渴 他就犯罪 当保罗巴拿巴 被那些加勒太圣里面 律师大德认为 这个可能就是Jews 这个可能就是Hermi 就是Deus 就是Jupiter 在希腊文叫做Jews 在罗马文叫做Jupiter 在希腊文叫做Mercury 在希腊文叫做Hermes 在罗马文叫做Mercury Hermes同一个神 Jews跟Jupiter同一个神 Jews跟Jupiter 这个神是什么神的 神上之神最高的神 而Hermes Mercury 是信息的神 传信息的 所以他两条腿有翅膀的 当保罗跟巴拿巴 对他们讲道的时候 他的神气 他的口才 竟然是那些人认为他们是神 你看他们多么威风 今天很多传道人 讲道的时候 不像神 像猫 像小狗一样 看见有钱来尾巴就摇摇 怪不得听众看不起你 不听你讲道 保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 他们看他是Hermes 他们看这个巴拿巴是Jupiter 发现就是巴拿巴的神气 威延到一个众神至上的神那样的 而保罗讲话 口才流利到一个地步 像神传信的那个最大的使者一样的 他们就拿牛来 把花拿来 在他们面前向他下拜 当保罗巴拿巴 这两个伟大的神的仆人 接受敬拜的时候怎么样 马上跳下去 对他们说起来 你们不要拜我 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是受造的 我们来传福音给你们 就是要你们离开家神 敬拜真神我与你一样的 天使的态度是这样 伟大的树林领袖是这样 凡是不懂这样的就不是树林领袖 他就树林 一个大灵 我们应当以谦卑敬 圣洁公义的心敬拜上帝 而我们不要接受敬拜 阿们 为什么呢 因为天使是被造的 是接受敬拜的 耶稣基督呢 他是敬拜上帝的 耶稣基督是接受敬拜的 当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 三波士 我想不应该讲三波士 东方诸波士们 这个就对了 他们的黄金如香莫悠 因为三件 我们就自己想一个代表一个 所以三个代表三个 到耶稣面前的敬拜他 耶稣接受吗 接受 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 门徒敬拜他说 这个人是谁 连风同浪也听从他 他们就拜他 耶稣接受吗 接受 当多玛发现耶稣基督 就是那一位死而护活的 有定狠的 你来吧 把你的手指拿出来 探到我里面去 摸我的手 你看到我的肋膀吧 多玛会不会说 机会来了 会不会呢 他吓死啦 我上个礼拜讲的话 谁告诉你 你现在知道突然间出现 他吓死了 跪下来拜他说 我的主我的上帝 耶稣有没有说 对不起不好意思 有没有 耶稣接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超过所有的天使 他不是敬拜者 他是接受敬拜的上帝 那他不决定 他不决定 我们就判断了 谢谢大家